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北京时间8月18日2022年 WSE田径公开赛西安站已经落下了帷幕 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是U12女子4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和我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邯郎的刘奥欣 虽然刘奥欣年纪才只有12岁 还只是一位小学生 最终刘奥欣以1分02秒16的成绩无形的流光 刘奥欣是一位60米和400米双天下的选手 其实在本次60米决赛的时候 刘奥欣就严着非常部署的表现 60米的时候刘奥欣处在第四跑道的无意志 比赛的时候刘奥欣就上演了狂飙 这也一下子就将对手门甩开了 最终刘奥欣以8秒48的成绩无形的夺挂 刘奥欣也刷新了自己的皮皮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结果到了本次400米决赛 刘奥欣的状态更是炸裂了 今天刘奥欣处在第2跑道的无意志 本场比赛刘奥欣的最大战胜对手 就是处在第8跑道来自西洋的宅子涵 在前刘奥欣的个人PB为1分05秒26 比赛的时候宅子涵起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汉列座 而刘奥欣起跑就会稍微逊色一些传落后的无意志 由于400米是从弯道起跑道 而宅子涵又处在比较外道的缘故 这一辆宅子涵前半层根本就看不到身后的对手 宅子涵刚开始冲的还是非常转动 不过这个400米也是短跑比赛中最难加一度 如果没有合理分配好体能 到最后很容易就会掉出的 接下来只见刘奥欣渐渐俱了上来 并且实现了逆状 当比赛进到最后100米转运直到较量的时候 刘奥欣处在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刘奥欣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城加速能力 开始疯狂出一次 这也一下子就将宅子涵给甩开了 刘奥欣的无解后城能力也是非常让人换圆的 刘奥欣也上演了恐怖不平 最终刘奥欣以1分02秒16的成绩逆转夺 而宅子涵落后5秒30获得亚军 刘奥欣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并加PP提升了3秒10 这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刘奥欣400米也上演了全程充斥 刘奥欣这个成绩也成功达标了 国家二级运动员1分03秒14的表作 可见未来也是无可限量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等着 元素从此别 青山空腹前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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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